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也會和大家看看兩件事 第一就是在英修裏面 和現在歐洲球壇裏面 都幾多出色的球員在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他們之前可能也是經歷了一段低谷 或者被人家的話柄 第一節裏面我都會和大家看看 究竟這幾位球員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另外第二節裏面都是和大家看看 第一就是竹中杯 英國人竹中杯的歷史也挺悠久的 但是這幾年來講 很多強隊已經不是太重視竹中杯 究竟出了甚麼問題呢 稍後第二節會和大家看看 第一節方面 剛剛講過 其實現在算是一個頂級球星 但是其實在初出道 或者是剛剛加盟一個新球會的時候 其實都很多人去爭議這個球員 究竟值不值這個價錢 究竟這幾位是誰呢 第一個我就想到就是迪基亞 現在今季來說 迪基亞在曼聯可以說是左飛右撲 也幫曼聯擋了很多必日球 如果不是他的話 我相信未必 曼聯可以在現在這個位置 2011年夏天 其實費亞遜也有1980萬磅 在這個馬替會裏 將迪基亞買回來 初初加盟的時候 其實見到迪基亞的身材 都相當瘦削 費亞遜也下令 他要做多些健身 讓我身形大隻一點 其實如果有興趣找到 迪基亞剛剛加盟 曼聯和現在那段時間的相比 他的體型確實是大隻了 初初來到的時候 兩邊的高球比起來 他完全沒有信心去接 因為其實櫻超真的不是撞過來 迪基亞也是可以說 見到高球他就害怕了 沒說他害怕 球迷見到高球比起來 他也害怕 經常打收場變成打空氣 所以令到迪基亞 要慢慢給他一點時間去適應 但幸好到這段時間 迪基亞在曼聯的後防 已經算是一個神龍 今季真的救了很多必入球 加上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他剛剛去到英格蘭的時候 曾經偷冬甩 但是這一段時間 那個也是傳的 不肯定 他就否認 說是給了錢 但是當時傳出來 可能他不知道英格蘭的規矩 拿走了 忘了付錢也不出奇 這個也是第一個 當時加盟 也是被很多人說病的球員迪基亞 接著也看看 現在世界最高身價的巴黎 其實之前在熱刺踢的時候 已經開始 可以說是冒出一個成績出來的 但是其實他2007年 才由修咸頓加盟熱刺 但是我相信 當時也沒有太多人 會猜到這個巴黎 就會是球 世界紀錄的轉會費 現在也都 他最初在熱刺的時候 也都可以說 被一個詛咒 因為他頭十四場 為熱刺上陣的英超賽事 是沒有贏過的 所以熱刺當時也怕了他 他可以說 但是現在也看到 巴黎的身形 各方面的速度 也有個之無不及 比起以前 所以現在也很穩定 當然代表作 也是對著郭震米蘭 在中場線 盜贏對方幾個首位的入球 那幾球 也是令到 他在歐洲球団裡面成名 現在加盟了黃馬之後 上一季也幫助他們 贏了西班牙盃和歐聯 但有傳也會回到萬聯 但如果回到萬聯的話 不過億磅都未必會帶走他 接下來也看看 阿仙奴的藍絲 阿仙奴其實在之前 藍絲也斷過腳 但復出之後 越踢越好 都可以說其中一個 斷了腳之後 可以踢得回的球員 因為很多人斷了腳之後 基本上 整體狀態就找不回 而且就離開了球彈 但藍絲竟然 可以說 找回一個狀態 現在阿仙奴陣中 也是一個必然正選 希望藍絲 可以不要忘記了 這個斷腳的陰影 因為很多時候 球員因為陰影影 影響了比賽狀態 但藍絲現在 也是有目共睹 上一季 狀態相當之火熱 可以說 23場英超入了10球球 對於一個中後場的球員 他也算是一個高入球數字 今季也保持著這個水準 至於另外再看 就是施朗 施朗也剛剛連續兩屆 拿了這個金球獎 但當時03年 由史布廷加盟萬年 還是偶賴一名 記得他還是拿著球 自己不斷扭 不喜歡給球 當時很多萬聯球迷 不喜歡施朗拿道 就說萬聯是需要一個穩健的球員 而不是一個懷疑不實的球員 但時間過去的時候 也證明了施朗其實是其中一個 世界最出色的球員 從他現在連續兩屆 拿了這個金球獎 已經可以見到 所以 有時真的 初初來看 都不可以 用那個表現 來下判斷 接著再看 就是亨達神 亨達神 2千萬磅 加入了利物浦之後 很多 包括我自己 都覺得這個亨達神 是水貨 但是 這個亨達神 其實都是 令到 禮物浦的足球總監 這個 高姆利 亦都沒有了一份工 因為當時 亦都是他 去 提供 買這個亨達神 但是回到 完全貨不對版 令到 剛剛所說的高姆利 亦都沒有了一份工 但是 來到第三季 亨達神 亦都越踢越好 亦都成為 其中一個重要的棋子 至下一回 今季 將會離開這個 禮物浦 亦都點名 下一季來說 亨達神會做隊長 但是 這是一塊 交給 利物浦的訊息 就是一個訊息 但是 是否真的會 由亨達神帶這個隊長 比章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今季來說 確實實而不懷 亨達神的表現 再跟著看 這幾個 真是走後眼 可以說 土巴 大家都知道 現在效力在組雲達斯 當時 曼聯2009年 亦都在勒克費爾 就邏輯了普巴回來 不過一直 就擺在 這個預備隊裡面 普巴其實在 曼聯的四營裡面 是一線隊上陣的機會 其實就少之又少的 只是一些杯賽 無關同樣的賽事上陣 也是最後 免費轉回到 祖雲達斯 之後都越踢越好 現在已經是 祖雲達斯 和法國華隊的核心 可以說 但是我就是不明白 為什麼 這一個 輝家遜 這麼有錢 真是球員 竟然完全看不上眼 其實如果當時 你只要放他 在後備名單 偶爾在英超裡面 下場 我相信普巴也想留下 但是 到最後 輝家遜 亦都沒有把這個 保巴留下 而將他送去 祖雲達斯 也是可以說 是輝家遜其中一個 的錯處 如果普巴現在仍然 在萬聯效力的話 我相信 他的身價 都會是一個 大躍升 接著 再看看 就是馬迪 現在效力車路士的防守中場 其實 這次回來車路士 不是第一次 因為其實在2009年的時候 車路士已經是買了馬迪 不過這個賽爾維亞的中場 在士山峰球場裡 就沒有什麼 一些好的表現 上陣了幾場之後 都是賣了去奔飛家 但是奔飛家裡面 亦都是由這個佐治 將馬迪 由一個中場指揮官 變成了一個防守中場 但是 做了防守中場之後 反而有利他的發揮 在車路士現在 也是做了一個核心 但是當初 去了車路士一次 踢得不好 賣走 車路士要回頭再買 當然是一定有一個原因 所以見到馬迪 都是在奔飛家 可以說成長了 由一個進攻中場 做一個防守中場 好,來到最後 看一看 就是 謝美保定 保定 保定來說 之前我不知道大家 球迷記不記得 現在效力 敗人武力克的保定 其實在1011球季裡 是去過萬城 但是 在萬城的球迷 心目中 也是一個不好的印象 不知道 當時的主帥文 是不懂得用他 一定還是怎樣 都說他踢法是懶散 還有不夠班 最重要是說他不夠班 之後他去了 拜仁 大家都見到 有沒有共睹 在拜仁武力克的表現 也是一個國家隊 的一個 可以說是絕對的主力 加上 其實他也幫拜仁 贏了歐聯 和德格頂的錦標 所以我就不明白 萬城的一文先尼 有時真的 是真的看不到 還是怎樣 竟然說他不夠班 才是最激氣 因為其實 鄭美保定 真的很穩陣 現在在拜仁的後防方面 不過可能 也都說他不適應 英超的節奏 但是其實萬城 真的有很多 很高質素的球員 已經是買過回來的 如果你說現在 他拍著高拍尼 我想就不用用 文拉加這個 的中堅 因為文拉加 今年來說 也是給很多人 就說他 根本就沒過班 但是 看看會不會 繼續說下去 可以 因為其實很多球星 初初加盟的時候 看得不好 但是之後 轉了會之後 就如如得水 看看文拉加會不會 可能在萬城 不會用他也不出奇 好了 我們今天看到這裡 剛剛看過這幾位球星 都曾經 當初加盟的時候 都是看得不好 但是現在已經轉身 變成了一個 世界級的球星 看看之後 會不會更加有 更加繼續多 這些球星出現 好了 我們第一次的時間 都差不多了 接下來回來 都會和大家看看 英格蘭祖長輩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